臺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 是選定了高雄祈山的三協嶺 來進行動物普查 結果發現一成四的家戶 有四樣寵物是以狗為大宗 不過養的狗呢 有高達七成六 沒有植入晶片 五成七是沒有結紮 另外還發現有超過六十隻的遊蕩犬 會攻擊野生動物 動物團體認為 這裡是臺灣社會動保問題的縮影 高雄祈山的三協嶺 位於鄉村地區 為了掌握當地家犬與遊蕩犬現況 洞都謀委託志工完成 七百七十三戶調查 發現有一百一十一戶 飼養各種動物 以狗占七十五%為大宗 約四點七戶就養一隻狗 不過一百二十五隻狗 沒有植入晶片占七成六 也有高達五成七 沒有結紮 這個其實也符合都會跟農村之間的一個差別 當地里長表示 有些家戶養了七八隻狗 放出來也不綁繩 不只廢教製造噪音 也曾造成車禍 而里長也憂心 碼頭山生態非常豐富 但遊蕩犬會攻擊野生動物 在地團體也呼籲 正式狂犬病的威脅 動都猛指出三血裡呈現的狀況 是台灣社會動保問題的縮影 對此農委會序幕處回應 家犬沒有結紮 市主若沒有負起責任 就會演變成遊蕩犬的問題 因此要做到根本的源頭管理 非常需要地方參與 若全國村里長加入協助 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記者 林金梅 莊志成 臺北報導